丁丁猫的讲故事时间 按照2020年公布的数据来看 65岁以上的老年人患病率为6.1% 那么目前我国大约有1500万的患者 在我国的一二线城市 对阿兹海默症的确诊率和治疗率比较高 而在欠发达地区 人们对这个病往往不太重视 确诊和治疗情况也都不如发达地区 患者经常会被误认为就是老糊涂了 甚至还会与邪灵、鬼神等联系起来 还可能成为邻居们茶余饭后的话题 我们也可以从不少的电影里看到一些关于阿兹海默症的情节 比如公益广告里 患病老人只记得儿子喜欢吃饺子 妻子发病失忆后 丈夫不离不弃地一直守护在身旁 等等等等的情节 这些影视作品对于疾病的刻画 时常围绕着失忆、感人这些主要关键词 但其实把这个疾病带来的远远不止记性变差这么简单 还有许多没有被写进剧本里的沉重段落 却在真真实实地影响着患者和他们亲人的正常生活 在日记月累的照料和治疗中 一些感人的瞬间往往在大量的力不从心后 消失殆尽 这种疾病初期起病缓慢 会悄无声息地抹去患者的记忆 他们的记忆功能就像一块损坏的硬盘 不断地丢失历史数据 却无法写入新的数据 有的人记忆停留在60岁 只记得家里有个孙女 但孙女站在面前却丝毫不能够认出她的模样 有的患者回到了小时候 总是反复提起她的外婆、妈妈 这些都还属于比较轻松的症状 更多的患者会逐渐丧失思维能力和自理能力 他们年轻时的体面生活也不复存在 比如老人在患病后不愿意洗澡 吃饭也不知饥饱 随地吐痰、肆意骂人都非常常见 还有部分昼夜的嚎叫 虽然这里说嚎叫听起来十分冷血 不尊重人 但是现实往往不止这样 比如曾有80多岁的老年人 时常打杂摔、破坏东西 看护人员无奈将他控制在床上 然后他用尽力气挣扎 生生扯断了两根束缚带 还有患者的儿女 每天都要从老人的指缝中清理出排泄物 因为患病老人对所有的 不管干净还是不干净的东西都毫无概念 家属还要做着更多常人心理 难以承受的照料行为 翻了一些患病家属的经历分享 很多条都让人很无奈 也让人很心痛 比如一位母亲被确诊了十年的家属说 这十年他都没有踏踏实实地睡过一个觉了 睡个踏实觉已经成为了他的梦想 母亲会因为想不出一个合适的词而大发脾气 尽管每天都会按时服药 但还是逐渐丧失了各种生活能力 目前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和家人的名字 吃喝拉撒也逐渐开始不能自理 还有一位女生说 爷爷患病以后 原来慈祥的目光就变成了一副好像要刀人的眼神 家里对他越好的人他就骂得越凶 老人后来更是变得疑神疑鬼 怀疑孙女每次来都是为了偷东西的 所以爷爷家里的屋上所有的柜门都上了锁 有的是老人自己怕丢东西给安的 有的是家里人怕老人乱翻东西 或者藏什么危险物品而上了锁 在爷爷家里目之所及的地方 已经看不见电线插牌了 厨房里的菜刀剪刀也都被姑姑藏了起来 每次做饭时都要现用现找 急用急收 爷爷的每一件衣服 也都缝上了家庭地址 还有家人联系方式的布条 那么阿兹海默这种疾病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是长期不动脑子造成的 还是记忆功能丧失脑萎缩的原因 HBO一部纪录片 深入数位优秀科学家 以及医生的实验室和诊所 给我们从大脑神经 基因 遗传 心血管 遗线等方面 详细地解释了阿兹海默的病理 以前呢 时不时会听到长辈说 退休了要多打打麻将 多唠嗑 多动脑来预防老年痴呆 但其实大家不知道的是 阿兹海默症 其实与我们身体的许多机能都紧密相关 并不仅仅是动动脑就能预防的 华盛顿大学的莫里斯博士说 阿兹海默症 其实就是大脑神经细胞 遭到了损坏 那些神经细胞 控制着我们人类的素质和行为 包括记忆 信息传递 推论 深思 抽象思维能力 这是一个神经突出 它可以传递信息 如果它的运作有问题 我们的记忆能力也就会有问题 阿兹海默 就是因为这些神经突出坏了 没有办法再传递信息了 于是病人就开始什么也记不住 那神经突出 为什么会损坏呢 纪录片里的科学家表示 阿兹海默成因的主流理论 是大脑里堆积了过量的 β淀粉样蛋白 我们就粗略的理解为 影响大脑的某种成分吧 这个β的过量堆积 会毒害神经突出 使它们之间无法彼此沟通 所以科学家们 一直在攻克这个问题 但是让人无言以对的情况出现了 今年 Science杂志在进行了半年的调查后 发布了一篇重磅报告 直指一篇 β淀粉样蛋白学说中的 关键论文 存在学术不端的行为 涉嫌造假 唉 这就意味着 β淀粉样蛋白学说的研究 可能会遭遇到灭顶式打击 不好说以往十几年的研究 有没有被误导 但也许是研究本身就很复杂 我们人类医学对这个疾病的了解 实在太不充分 所以证实和证伪 都不会是一个简单的过程 所以Science杂志也就没有因此否定 β淀粉样蛋白和阿兹海默症之间的 生物学联系 是小部分造假 还是彻底推翻 暂无定论 我们就只能继续等待这其中的新发现吧 另一个患病因素 就是遗传 基因问题 科学家告诉我们 目前有三个已知的基因突变 会引发罕见的早发型阿兹海默症 45到55岁之间 就可能开始发病 早发型还好解决 因为早发现早控制 晚发型就属实比较麻烦了 因为晚发型阿兹海默 至今也没有探索出明确的遗传模式 可是让人郁闷的是 大多数病人都是晚发型的阿兹海默 这里面就会含有更多的基因突变的情况了 并不由哪一个单一的易感基因完全控制 但当然 人类身体里这些易感基因越多 患病的风险就会越高 所以现在科学家们还在努力找出更多的易感基因 来进行药物实验 如果我们家族没有阿兹海默症病时 那么一个普通人患病的概率约为10% 但如果有的话 患病风险则提高到20% 关于晚发型阿兹海默 研究人员又发现 它跟我们身体另一个部分息息相关 克拉夫特博士发现 胰岛素对这个疾病有着重要的影响 记录片里描述的过程是这样的 首先呢 胰岛素有一个功能是促进葡萄糖摄入细胞 如果此时胰岛素不能正常工作 就会导致葡萄糖无法进入大脑细胞 这个过程就会引发胰岛素抵抗 会带来心血管疾病 高血压 小血管中风 甚至糖尿病 这些疾病每一个都可能导致阿兹海默症 胰岛素抵抗是指 胰腺并没有任何病例问题时 各种不同的细胞 对正常浓度的胰岛素反应不足的现象 就是说 这些细胞需要更高浓度的胰岛素 才能产生反应 同时我们现代人一些久坐啦 肥胖 不健康的饮食生活习惯等 都可能会让胰岛素这个情况提早出现 有的时候从中年就会开始累积 胰岛素的变化 也会导致前面说的 β淀粉氧蛋白大量增加 影响神经突出 最后可能逐渐产生阿兹海默的症状 但其实胰岛素抵抗并不难解决 科学家直指重点 告诉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运动 比如有氧运动能效果显著 又迅速的增强胰岛素的功能 同样还有控制饮食 摄入优质脂肪和一定的碳水化合物 除此之外 另一部纪录片《痴呆的真相》里还提到 如果拥有充足的睡眠 那么α蛋白可能就不会累积的那么快 或者说能够在良好的睡眠中被正常的清除 当然像我们常听的 多多动脑 也确实是有预防阿兹海默的效果 不管是学一门新的语言也好 找个需要花精力投入的兴趣爱好也行 如果有条件 甚至可以去做基因检测 找出自己是否有那几类易感基因 然后提前做好预防 那么如果家里长辈出现这类问题 作为护理人员的青中年人 其实也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 首先一定要了解自己的身体 心理状况 学会根据生理和情绪极限 进行相对应的护理工作 要对这个疾病的前因后果 做一个详细的了解 清楚会有什么症状后果 预想一些可以应对的方式 而不是等到情况突发了 手足无措 自己也情绪失控 照顾患者的同时也要照顾好自己 并适当地保持精神放松 我们要留心替父母 祖父母 或者提醒他们 做好阿兹海默的预防 多去观察他们的心理 身体变化 给他们推荐一些 营养的膳食指南 安排一些健康合理 符合他们身体情况的运动 还或许要帮助他们 克服亲朋好友的顽固 退休等失落感的冲击 有条件的可以给长辈 报名老年大学 培养新的兴趣爱好 避免长期脱离社会 出现孤独感 甚至抑郁情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